最近这些年 每逢佳节被逼婚 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讲 更是时常被媒体报道 当专家们在分析父母逼婚的心理动因时 大多会提及三点 一 把孩子的婚事当作自己的责任 有一种孩子不结婚 视为人父母的失败的心理 二 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 三 由于年轻时没有为自己活的习惯 导致晚年生活空洞 单调 缺乏寄托 这样的分析有一些道理 同时也有它的局限 父母之所以对子女逼婚 确实存在诸多文化的 心理的和现实的原因 但其中 父母对于性和繁衍的隐性焦虑 却较少被提及 出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人 由于种种原因 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性压抑 那时有过一些与性活动相关的罪名 触犯者 轻则丢掉工作 重则丢掉性命 这让人们对性总有点讳莫如深 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都被告知 他们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或者是路过老婆婆送的 对上一代人的性观念进行解释后 除了让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待父母的逼婚 也更能理解他们的焦虑和担忧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 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 骑自行车从我家门前经过 男的骑车 女的坐在后座揽着男友的腰 两个人甜蜜地低语着什么 等他们走远了 我妈妈看着女孩的背影说 谁家的姑娘这么俊 正在跟她聊天的邻居阿姨撇了下嘴 鄙夷地说 什么姑娘 看那个样子分明就是个媳妇 当时十多岁的我有些似懂非懂 但却又不敢去问 因为隐隐地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话 妈妈们的生活经验和所受的教育让他们知道 性行为只能发生在婚姻里 无论一个人是多大年龄 如果没有结婚 性欲望就只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忍着 二耍流氓 自卫也是耍流氓 他们必然因此陷入强烈的心理冲突 强行压抑性冲动 除了情绪上的烦躁不安 身体也会出现各种莫名不适 然而 如果想办法自寻疏解 或者去发生非婚性行为 生活又会面临崩溃的风险 可想而知 当时年轻人士的日子必定是非常难熬的 再加上历史和社会的原因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左右 很多城市青年都是临近三十岁才结婚 长期住于漫长难挨的性压抑状态 各种痛苦真是不足为外人道 这样强烈的内部冲突 很容易导致神经正性的心理疾病 所以那时的人们 很容易迷幻强迫症和神经衰弱 前者如强迫性的关门或洗手 强迫性的数数或进行某个仪式 强迫性的想要某个问题无法停止等 后者则表现为头疼 脾气暴躁 易激动 睡眠障碍等 人们需要用身体和行为的症状 来分散对性的强烈渴望和焦虑情绪 和别人谈论强迫性和神经衰弱的问题 不会像谈论性压抑那样的羞耻和恐惧 更值得一提的是 那时社会对于性的禁忌非常深 即使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也不可能讨论这样的话题 所以也怪不得《性知识漫谈》一书在八十年代出版后 短短几年就销售了几百万册 人们真是太需要了 一个生活在北方农村的男人 结婚五六年了却没有生育孩子 她的妻子因此饱受白眼 婆婆对妻子恶言相向 经常羞辱她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村里人也时常议论纷纷 觉得这个女人的肚子太不撑气 后来这位妻子不堪忍受 终于提出离婚 比较戏剧化的是 妻子的再婚对象就住隔壁村 而她刚结婚不到半年 就传出了怀孕的消息 十月怀胎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事情就这样急转直下 村里人又开始盛传 男人那方面不行 慢慢的男人的存在像是一个耻辱 走到哪里都有人窃窃私语 男人看起来很平静 照常过自己的日子 反而是她的妈妈坐不住了 到处托媒人给儿子说亲 然而三年多过去 见了一个又一个女人 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 男人始终都没有觉得 哪个适合结婚 至今还单身着 人们猜测说 也许她是害怕再婚以后 如果新的妻子还生不出来孩子 她会无法面对那个局面 但她的妈妈不依不饶 每天拿着女人的照片去游说她 提评她太挑剔 这是要让家里绝后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 对于个体来说 生育的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证明自己拥有性能力 而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 生育却证明了另外的东西 自己所生育的孩子是优秀的 有能力的 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孩子不太会被视为独立的人 他们更多作为 父母制造的产品而存在 中国人认为 父母制造了孩子的身体 哪怕并没有抚育他 所以对他的思想 生活 行为等拥有权利 中国孩子都属于自己的父母 他们的成功属于父母 失败也属于父母 那么作为父母的一部分 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 他们是否能生出下一代 有性能力就说明它是合格品 当然就关乎着父母的荣光 当父母在对孩子逼婚时 其实更多考虑的是 在他人的眼光里 自己的产品是否足够合格 而没有进入孩子的内心 去理解孩子的困境和需要 那所以就好 也要做了 来 我们 诶 扶行